來 謝謝 謝謝主持人 各位同心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租款這兩次 在亞洲地区的人民 差不多一百年才知道 你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們現在生活在現主席的社會裡面 有很多東西你都搞不清楚 你是租款你就不懂 你知道租款是什麼意思嗎 租款管轄權有一樣嗎 收優款有一樣嗎 你不用見識 因為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人跟從去年 的四月份 歐巴馬去拜風天皇 他就知道 日本的很多學者 你聽歐巴馬的演講 歐巴馬說 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就是釣魚台 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 我美國擁有 管轄權 但是說 那幾位日本人嚇到 他說 至於尖閣群島的主權 我不評論 歐巴馬說 他不評論 跟那個時候開始了 所有日本人才知道 蛤 我們租款跟管轄權是不一樣的耶 所謂的主權 說簡單的就是什麼 收優款 什麼收優款 就是這些土地都我的 這些土地的管轄權 它是交給政府 交給收償 譬如人家 簡單來說 這間家是你們阿公的 所有款頂上 定義你阿公的名 所以這間家的所有款 是你們阿公 主權是什麼 就是你們阿公嘛 他的名字嘛 對不對 這間家 阿公的老 都沒有在關事 他交給什麼 交給你們老婆 你們老婆有什麼 有管轄權 所以管轄權跟主權有一樣嗎 不一樣 這個國家也是一樣 台灣這個土地的主權 什麼人會 台灣這個土地的主權 就是什麼人有這個土地 我早上上課 我有跟我們大家講過 所以所謂的主權 是超過這100年 英語叫做Sovity 這100年左右 由於歐洲 歐米 傳來這個歐洲的地方 再說一個事情 你聽得很震驚 就是世界大致的以前 全世界 全球 差不多五十幾個國家而已 現在有百幾個 只有這兩百個 那時候五十幾個國家 代表都是什麼 國王 魯王 你想想看 英國有魯王 以前的帝國 毛豐帝 法國 毛豐帝 蘇聯 毛豐帝 那是亞洲地區一樣 日本 中國 外南 緬甸 緬甸 遼國 都總是國王 的地方 那時候國王 擁有什麼 主權 國王 他不可能自己去管 一般來說 他都交給 太上去管 所以我們的 台下要很清楚 因為近幾年來 主權跟管轄權 開始在爭論 開始在有這個東西 不一樣的公法 以後 你就要很清楚的了解說 主權跟管轄權 所以 我可以跟各位說 從現在開始 以後的所有的事跡裡面 可能都會有 這個主權跟管轄權 你如果不折 你就會 你這個國家就逃了 因為 越不折 你會被欺負 你主權跟所有權 跟管轄權 你不一樣 我們要檢討台灣 台灣以前誰的 台灣以前 四百年 這四百年 以前都誰的 沒人的 那時候台灣 都什麼東西 都是部落 有巨大的 清條 叫他的老闆生 來這裡移民 就是拓職 拓職開拓的拓 職是殖民地的職 都來這裡拓職 你清條的時候 台灣的地圖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你有沒有齁 來我跟你證明說 我說的是證明 來那個圖 你看看 你看 這台灣以前的圖 清條的圖 你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看起來 好像很像台灣 可是又不太像 架邊好像磅進去 有啊 右邊這樣 所以國民黨 在通理台灣的時候 他沒給你看這張圖 這張圖 你來看 這是一七十五年 這不是我的圍 這是一個法國人 他說有的 以前沒有照相機 都靠用圖 用圖 他們很困難 他就要坐著 四處去洗洗洗 照樣的印象 就來圖 來圖 右邊 沒有的這個所在是什麼 骨刷座 那標示說 清條 骨刷座 這邊他無關 那叫做台灣叫做什麼 後山 華蓮 台東那邊叫做後山 因為那邊 高山座那邊很困 困的意思是 如果說到外面 說野蠻 其實也不叫野蠻 因為他的生活方式 他打獵 他沒給你管 有一個地方叫做 賽德克巴萊 你看看 那時候高山座 但是 台灣這個土地清條的皇帝 掛到日本的天皇 日本派警察 派軍進來 開始就改冠了 這高山座 尤其是 賽德克巴萊 這個 這個族 非常不滿 因為我生活比較好 你是在幫我做什麼 你幫我做什麼 這發生衝突 所以 1895年 管給日本 經過10年 1905年 日本覺得這樣不行 你看以前的切 以前的切 有很多回憶以前 尤其是 有一個警察 寫了一本桌 警察就是 他 奉命 派去關 這個高山做這個土地 關這個土地 他說 他晚上有時候 起來放流 經常都會覺得 脖子涼涼的 因為那個高山很厲害 尤其是 翻刀 他說翻刀 這個翻 這個翻是說外來的東西 叫做翻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 現在比較不容易 用的叫什麼 翻仔會 他說翻 其實是 這個翻 台灣是說外來 其實不是外來 自己的名字 叫做翻 你像什麼 番茄 這個翻這個字 最近 你比較有研究 這個翻不是說 所謂的外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高山族這些土地 呢 原來不是青條的 青條 移民的時候 是都在這塊土地 這個 渡民這個地方 分作六地 所以青條的風地 從台灣掛 日本天皇的時候 日本天皇也說說 為什麼青條的風地 可以掛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土地 是他的殖民地 國際法裡面有規定 殖民地才可以割讓 不是殖民地不能割讓 例如 有一個叫做遼東半島 在那個 在日本的旁邊 韓國旁邊有一個遼東半島 你知道嗎 遼東半島 那個地方 本來是 馬關掉的時候 風地也是把它掛給日本 但是呢 有三個國家出來反對 意大利 德國 蘇聯 他說 NO 這個土地是你青條 會固有領土 你不能割 不能割 那個條路簽了 要怎麼辦 日本的天皇 經過十天 又跟青條的風地 又簽一個 叫做遼南條約 當那個土地 像 青條 因為那是 那叫做奉天 奉天就是青條 它的原始就是開市的所在 叫做奉天 所以你要看國際法 因為你有的不知道 譬如說 如果老師 在教授 他不知道這段 他沒有跟你說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啊 掛風啊 經過十天的風地 又掛形 這是因為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不能掛 所以 這個土地 生條 掛給日本的天皇 經過十年的時候 日本的天皇 覺得很奇怪 這個地方 國際國際法 都在凡康 所以 日本天皇 在這個地方 在台灣 召開一個國際會議 請這個 美國 住在青條 的一個 參議 來開會 為什麼 叫美國來開會 因為美國人 他跟 印第安人的 鬥爭 有經驗 他說 我來開 現在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要 他們開會 決定了 他說 這個右邊 是高砂族的部落 部落 沒有主權 部落 只有管轄權 而且 分成十幾個 所以開會的結論 日本天皇 決定說 我用警察 跟這個軍隊 來征服 建政會裡面 不說 贏 輸 不說打敗誰 打贏誰 不贏輸 政府 慷慨 所以這個土地 給日本的警察 和政府 1905年 很難名 這高砂很難名 也很好見 建立府 建十年 建十年 從北跟南 都全部 和政府 這個土地 所有土地 在這裡開始受日本天皇 唯一 日本天皇的管制 這樣 這個地方 才有建立 主權 所以你躺在這裡要清楚 就這幾個所在的人民 都被征服 而且 歸一統 才有主權 的這個 晉級才會造成 Saventary 要怎麼證明 有 1922年 他剛才說到1915年 10年嘛 1922年的2月6號 有九個國家 全世界最強的九個國家 現在只有一個日本 在華盛領第一次 簽了一個 叫做裁軍學令 就是說 你可以有幾隻軍艦 你可以有幾隻的艘克 你可以有多少兵 那時候 世界就已經開始 還要純純欲動 要建政了 世界這麼強 一直要它防止 你知道嗎 日本那時候 在世界那時候 是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它的軍隊最強 跟現在為止 跟現在聽清楚 跟現在為止 日本仍然是全世界 武器最精密 最強的國家 我跟你說這樣 你不一定相信 不過你聽我 聽我跟你說 六方會議的時候 什麼六方會議 就是韓國 北韓 蘇聯 中國 三個 一邊 日本 南韓 跟這個美國一邊 開會的時候 中國 會代表跟美國說 現在這個世界來說 第一名 軍事最強的國家 不是你就是我 就是說不是你美國就是我 美國說 我不是 中國的軍事專家說 哪有可能 他說 第一名是日本 你看 第二是世界第一 到現在 日本又是第一名 我跟他看最近 我上課以後 最近 台灣的一些電視 都有類似的報導 我說幾個禮給你聽 現在日本 他是不是建政失敗 建政失敗 世界它規定 統統國規定 你不能擴通軍備 日本最強的是什麼 海軍 你知道日本的潛水艇 海軍的潛艇 做兩年 服役兩年 就要退休 你之前覺得很奇怪 一架車你開兩年 就換車有嗎 你們有嗎 鴨手 有嗎 沒有吧 車就不是兩年 潛水艇 日本用兩年 服役兩年就退休 退休 後用黑油 用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油 那個 牛油 跟鼓鼓的 跟著佐世保 海港裡面 兩年換一次 兩年換一次 你說日本人這麼多 不是啦 日本人騎 因為他們自己感到 早晚 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再發生 所以日本海軍也很槍聲 跟這個中國說什麼 你如果 剛剛打台灣 我四十八休息裡面 將你埋在水面的所有尊者 都都給你消滅 喂 替我們消滅你們 點點 人替你建政 你也要感謝 雖然他聽不到 四十八休息 六八中的尊者 都給他 打電 他為什麼 有辦法這麼討厭 因為 他現在有幾百家的潛水艇 如果要建政 他還撲出來就是這樣 撲出來 那邊又掉下去 看幾個人 一隻 在這個中國的海風 就給你等 等你什麼 等你起來 所以 阿過來 你不要聽過 聽過一種的飛機叫做 看 協和號 不要聽過嗎 協和號不要聽過嗎 從法國 飛到紐約 兩點多久 超音速 兩個小時的飛機 就飛到紐約了 那個飛機 你不要聽過嗎 最近不要嗎 不要 為什麼 因為噪音太重 日本 美國 去跟日本說 我當中人去買 什麼人去買 什麼人去買 三菱重機 那些飛機 那些飛機 很大顆 日本去拿去 日本拿去 他不知道該什麼東西 該裡面的東西 我們沒有人知道 該下去沒有聲音 所以那時候 中國在搶聲的時候 有人去跟中國說 你好大 你打台灣試試看 我兩點多久 讓你的 長江的水壩 把你 炸掉 長江水壩 如果炸掉 中國最少死一億的人 因為怎樣 那些水源都重起來 所以路面這個中國 受傷的意料 他們最大的錯誤 就是做 長江三峽的水壩 那一點都沒有 國防的概念 那水 浪去 這中國歷史以來 長江 跟這個黃河 幾乎是 那水如果在中的時候 差不多都是有水災 到現在也一樣 所以 你要知道 這是叫做 他的國防 但是中國人 名字是來講 沒有人要給你看中 那日本 電視世界之前以後 日本人 也是不一樣 日本人現在 日本人 如果世紀 解剖 你會發現 他沒有炸 炸都沒有炸 但你如果 不能怪他 日本人沒有炸 建金河很可怕 你不能想說 你愛建金河 所以 當時你發台東說 衝喔 不要來那裡 什麼為台灣要衝 你叫他先去衝 要叫我們衝的時候 都叫我們先衝 以前 我以前的時候 發發人 那台東 都很厲害 說話 自己說你衝 欸 台東那時候是怎麼衝 你如果沒有衝 他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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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能做 享受 榮華富貴 所以如果剛才我們情形 你要跟他講 他如果在發衝 你說你衝 理性中 對 沒有不對 他說 你好嗎 比較沒打 是 我沒打 你有打理性衝 我們台灣民眾的法律 是說什麼 和平穩定 無縫接軌 法律的東西 就是不要叫你衝 不要叫你結弦 我們來在上課 我跟我說 有一天我發給你 把你穿 有嗎 沒有 我跟他叫你穿 世中穿好 穿世中 你結冰 你 人家睡覺 就能結冰 奇怪 要怎麼比這個更輕鬆 很簡單 4000年 你就做革命先行者 就會成功 所以如果你看 現主是台灣的局勢 主力輪4都不出來選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主力輪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主力輪是 正當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 你有剩一個嗎 有 有嗎 主力輪 國民黨的主力輪 他在美國的特色的時候 他就吸收了 他知道說 他現在知道說 台外民進府控告美國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說 中華民國的國籍是嫁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是嫁 現在美國 偷偷摸他 他想 怎樣 這國的上班後國的一定要選擇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非宣布不可 宣布什麼東西 中華民國的國籍無效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無效 新聞情無效 還有過 還有什麼 台灣停止選舉 有人說 哪有可能 很簡單 一九七九年的時候 中國 中華民國跟 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 建交 那時候 那時候有停止選舉 有沒有 你不記得嗎 那個 那個 美國的國務卿來 用憲務 有沒有 停止選舉 所以我告訴你 馬英九 今年之內 一定會宣布 選舉停止 啊 停止選舉 外面的台灣 那些傲人 絕對是一個 都會開開 啊 怎麼會變這樣 啊 這個進行 七月七十四 後來就到了 七月七十四 中華民國 要跟美國演習 這是三十幾年來 從來 你沒有看過的現象啊 啊 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為什麼我們可以演習 還要跟你說一個秘密 給你知道 現在是台灣裡面 中華民國的部隊 比較重要的部份 主管 都已經變成美國人了 最近 你覺得 看到M48 M48 M48 那大隻的艦車有沒有 台灣的 那個艦車有三種 M48 M41 還有一個T多少 T58 那種三種 那大型的艦車 美國全部 控制 非大 不是放在台灣 集上出來 你中華民國買 所以 在政論節目的時候 有一個政論的 那個 中華民國 空軍 官員 他怎麼說 很奇怪 電視這樣說 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集 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買的飛彈 都放在那個 管道 駕在管道 如果要輸用的 才去管道 把它穿來 欸 你們刀 不便宜 放在外刀 你要贏 要來把它穿穿 你買嗎 你買嗎 你絕對沒來 你怎麼說 像中華民國 花很多錢買飛彈 阿帕奇買三十隻 六百億 一隻是二十億 平均啦 結果阿帕奇 那些貴婦團 那個 那些 那些儀錶板 要給他們協助 喔 不知道現在很大的說 那些 那些洩漏經濟 美國點點 美國說 沒有啦 不讓你們那三十隻 那些儀錶板 是我另外再做的 開玩笑 為什麼不讓你中華民國 儀錶板說 是同心做 所以你看喔 中華民國 他能賣武器 是根據 台灣關係法 啊 台灣關係法 你如果有注意 台灣關係法 裡面的台灣人 營業下這兩種 一種叫 The people of Taiwan 一種叫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如果 我看這特色喔 你如果沒有真正 用你的心去看 People on Taiwan 是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也台灣人 不是啦 People of Taiwan 真厲害 本土台灣人 啊 People on Taiwan 就住在台灣 這個土地是台灣人 馬英九就是 People on Taiwan 我們是People of Taiwan 我們現在所爭取的 跟美國清楚的說 欸 我土地 你把我檢查這麼久 檢查十九年了 你還要承認我呢 這十九年來 所有在台灣 你統治都是中國人 你統治 不是我台灣人統治 你說奇怪 阿媽 做 李定輝 台灣人 阿 阿扁也台灣人 阿不是都台灣人 NO 那是 表面上的台灣人 但是他的臉 都掛一個 小櫃子 誰說 中國 他拚的是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啊 他在統治時 用他的新聞情 你統治我們啊 那是代表中華民國 統治我們啊 不是台灣人 你統治我們啊 所以你要搞清楚啦 所以我們台灣六十九年來 生活在矛盾之中 比較好看的都是中國 阿媽的都是台灣 我批一個人給你聽 台灣又與哪一個國家斷交 你會覺得怪怪嗎 我請問你 台灣什麼時候 跟哪一個國家建交過 是中華民國和人斷交啊 就賣的都爛啦 好好的都贏得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我問你 台灣什麼時候 過去什麼時候 有加入聯合國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蔣介石集團 代表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 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台灣從來沒有加入聯合國 是一些傲人 就在騙台灣人 說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重返聯合國 重返聯合國 還要重新回去啦 你從來就不再次重返聯合國 每年都在求錢 我帶你們去這個紐約 來抗議 你們出錢就好 我來 每年去出錢 所以每次去聯合國的時候 那個頭前我就說了 我跟你們保證 他們回去都散佈一個事情 中共打壓 所以沒有辦法 我問你 中共是怎麼打壓 中共跟聯合國 中共對聯合國 根本沒有控制的能力 也沒有影響的能力 是那些人 在那裡出錢 你交錢給我來聯合國 我當然也很爽 你如果要聽 我都說給你聽 回來就跟你說幾句話就好了 他就沒問題了 中共打壓 所以進去不了 所有台灣都是 生活在這種矛盾的裡面 都不知道世事 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 台灣加入WTO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用什麼名 知道會嚇手 後面全世界都不可以嚇手 他們都上過頭 我問你 台灣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 用什麼名 是不是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對不對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你腰裡迷迷糊 你這麼多年 你搞不清楚 什麼是獨立關稅領域 不過你要不要 抱歉 因為你領域也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你領域也不知道 因為你領域問我 你領域來 我給你問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我說奇怪 獨立關稅領域 是你做總統的叫川英文去簽的 川英文回來沒跟你說 他都沒有 蔡英文說他也不知道 還是美國人跟他說 你用獨立關稅領域就可以加入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所謂的獨立關稅領域 這個關稅領域這四字 就是什麼 被佔領地的代號 就是土地去用簽領 在國際法裡面叫做 關稅領域 為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因為 台灣加進 中華民國用四個島加進 世界貿易組織 其中有兩個島就是金門媽祖 還有兩個島是台灣跟朋友 金門跟媽祖是中國的 叛逃中國 所以叫做獨立 這兩個島是獨立於中國 台灣跟朋友 是日本 天皇分開的兩個島叫做 分離關稅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在統治 金門媽祖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金門媽祖 台灣朋友這四個島加進世界貿易組織 就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個獨立關稅領域 中華民國的名義 不需要替你率領是誰 怕你知道 怕你什麼 知道說台灣是還要向尖領中 讓美國軍事政府尖領中 所以是怎樣 我們在這裡上課 都沒有事情 但是 中華民國的檢風 中華民國的調查局 中華民國的警察 對我們無法處理是怎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完全按照國際法 所以他不能自己處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利用這種很好的機會 趕快用這些理念 華麗 說讓這些台灣人知道 你不能說我上課的時候 你都知道啦 回家裡你就再點名了 因為旁邊說台灣動立 旁邊你說的事情 都比你比較多人 你要來上課以前 沒有人跟你說 台灣民主是詐騙集團 有嗎? 有嘛齁 有的走手 好啊 你們都怎麼回答 點點 點點 點點就沒了 你不能點點啊 你都要跟他做問一句話 請問 台灣民主有跟你無款嗎? 我先問這些 台灣民主有跟你們這些人無款嗎? 如果有的下去 你如果無款 跟你無款一塊 我承認一百萬倍 沒有啊 你不要聽話說 無港無款的詐騙集團 有嗎? 有沒有 我如果要跟你騙 為什麼要跟你無款 跟你騙錢 對不對? 有啦 一千塊去辦身份證 但那身份證 不是在台灣 那拿美國的 如果要跟你騙一騙 你一千塊要做什麼? 沒那麼艱苦 到一千塊跟你騙了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倒掉了 沒這麼說的 沒有跟你騙錢 會詐騙集團 真正的詐騙集團 是什麼人? 國民黨 中華民國 明明就在於社會的人建設 他就說台灣光富節 你就怎麼相信 我以前小孩的時候 我也相信 台灣光富節 叫做很偉大 騙你白白說 十萬青年十萬軍 號召所有人反對日本 想想 不對 我老婆是日本人 我阿公阿嬤是日本人 這台灣人 頭上 生活是矛盾 還有人 精神錯亂 國民黨來這裡 剛才開始你教的 副本是教你什麼 反共抗惡 殺豬把麻 有嗎? 現在咧?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那些人都說 我們在台北攝的時候 都叫做 那邊的都是叫做共會 有的人剛才開放的時候 開那邊 開那邊 開台報鎮的時候 對方說 喔 喔 你是共會喔? 那邊有抓一關 我沒跟你騙 台灣人就是這種的 那個 拿那個台報鎮給他說 喔 你是共會 我沒有看過共會的面貌 你會死嗎? 台灣人就是這樣 現在他不是共會了 現在 變得跟你一樣 他現在拿錢 你台灣人買很多東西 有嗎? 買家 買家 現在開放家 購買了 購要太多買 台灣人才不知道怎麼買家 對不對? 你會怕嗎? 會怕會怕手 不用怕 不用怕 我幫你教 當年日本 泡沫經濟的時候 日本人有很多錢 有沒有? 他去美國 美國 所有的大樓 所有的飯店 都會買料料 你去社會 有名的飯店 差不多都是日本人的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社會 我問社會政府的官員 我問 欸 你們都不會煩惱 日本人 你看到那些大樓 全部不漂亮 你不怕嗎? 美國人在笑 跟我說 我叫你靠我來賣 你怎麼說這樣 他說我不怕 他給我問我一句話 他說你怎麼看到 西爾頓飯店 去給他靠你 東京嗎? 欸? 有力耶 你聽不懂? 他說只要若干年以後 我社會改變一個政策 我給你保證 一隻一隻都收收回來 你聽不懂? 所以台灣民眾 我執政 我們改變一個政策 那些中國人買 本來是一千萬買 是用一百塊買你 你要相信嗎? 可以 可以 你們有夠過分 有錢的時候拍手 沒有 可以 可以 賺到錢都在拍手 沒有 你賺到錢都在尊主 不過我們可以說實在 你不用煩惱 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不然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民眾最愛 要保護的東西是什麼? 台灣民眾的那個 這個情形 要確實的落實 你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你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中國人 經過兩年 才能規劃做台灣人 當然如果 如果 這個 叫做 叫做 叫做台灣人 或是說 叫做台灣的 那會比較早 他有生的 他會比較早 要規劃做台灣人 會比較早 但是你要了解一下 國際法的規定 我們台灣人 沒有國籍對不對? 美國有打官 有國籍的人 跟沒有國籍的人 結婚 孩子是什麼? 有國籍 有沒有國籍 有國籍 再說一次 有國籍跟沒有國籍的結婚 小孩子是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國籍 去娶一個外男的 有國籍 外男人 孩子是誰? 外男人 外男人 所以依照這個例子 台灣人跟中國人結婚 孩子是誰? 中國人 你怕一個 所以這個 中華民眾政府很夭壽 他規定說 外男人 如果要嫁給台灣人 那個外男的國籍 要放棄 夭壽現在嫁來 如果沒有事情就好 沒有啦 感情不好 離婚 現在離婚之後 這個女婦怎麼不可以回去? 因為他沒有國籍 因為這樣 現在外男的國家開始改變 要是說台灣這麼過分 跟你結婚之後 怎麼不可以回來 所以他們現在有什麼規定 你要嫁給台灣人 你可以放棄國籍 日本人比較聰明 日本人國際法的專家比較多 所以台灣人跟日本人 要結婚的時候 日本的政府都跟日本人說 你不要放棄國籍 你說是怎樣? 你如果放棄國籍 萬年婚姻 如果不成功 你怎麼日本不可以回來 所以我上面做很多造孽的事情太多了 慶祝難輸 明天繼續說 謝謝大家